欢迎回来 这段时间 其实大伙眼中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群体 就是国际小姐嘉丽们 第五十届国际小姐世界大会全球总决赛 依然在今年落户成都 最近国际小姐嘉丽们在一次爱心之行当中 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 咱们去看看 你好 欢迎来到你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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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最近第四十九届国际小姐总冠军墨西哥小姐 与西产美容医院爱心公益队伍一起 看望了乐山福利院的老人和孩子们 一晚走到哪都能赚到人气的国际小姐 这次却被福利院的孩子们泼了冷水 即便是带了礼物钱来 可福利院的孩子们始终一言不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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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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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孩子们没有反应 大美人还唱起了儿歌 被孩子们开心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抱着花 抱着花 一只老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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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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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 墨西哥小姐又来到了成都 看望了纯恶猎花儿 有了前车之间 这位大美人改变了战术 打算用说好话讨好孩子们 你很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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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许孩子们还不能一下子适应这位高皮深度的外国客人 最终也没能给墨西哥小姐回应 不过墨西哥小姐还是把礼物和美好的祝福送给了孩子们 她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人加入到些爱心的队伍当中来 产党全金处记者 产党全金处记者 你带着我去哪里 我谢谢你